欢迎去跟各位观众的时刻 最后我们最近特别谈的是 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办公室 中国科的前科长包什克 他投书到了国会山庄报 国会山庄报特别把它给看出来 你们特别提到说 他强烈的建议说 如果中国胆敢侵犯台湾 那就代表你是对美国的一个宣战 我们最近也谈到的是 现在在美国要求这种战略清晰 就是直接警告中国 你不要起举妄动 你如果起举妄动的话 美国一定会介入 就没有想到川普居然在 他一个支持者的募款三会里面 直接讲 他说如果中国胆敢入侵台湾的话 他干嘛 会派轰炸局去炸北京 而且你讲说 现在如果美国真的去炸北京 对中国进行任何轰炸的时候 中国竟然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对 没错 抱歉 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这个拜登已经连续讲了四次 就是说我会保护台湾 但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 他在他总统任内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保持这个模糊 我不告诉你 可是他在最近期的时候 他在一场募款的活动中间 因为他是对了他的金主们说的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内 如果中国敢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就用轰炸机去轰北京 他用轰炸机 我把它轰掉 就是把北京炸掉 这样一个状态 当然他还提到了俄罗斯 同时他说我也会把莫斯科炸掉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 讲这么凶 可是之前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 那个记者曾经问他说 如果今天中国胆敢侵犯台湾的话 你会做什么动作 他说我不会告诉你 我真正答案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这中间有一些空间 结果没有想到 对他的支撑的时候 他直接讲 他要轰炸北京 所以你看 他说这个报道里面说 他的知识都吓一跳 因为他过去不是这样的态度 他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的态度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美国 两党都同样知道 台湾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地益 不能够让中国夺走 我们当时让 你说现在对他们来讲 台湾跟美国已经绑得越来越近了 对好 那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 180度的大转弯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状况 因为川普呢 他最重是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他最重是美国的股市 在他任内的时候 他在他的ex Twitter上面来说 讲了100多次美股创新高 所以他很知道美国的经济命脉 在什么地方 现在美国经济命脉在哪里 AI 对啊 所以他AI不见了 所以他现在知道了 他现在完全知道 目前的格局跟过去 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讲说 他会轰炸北京这件事情 保险 到底做不做得到 我敢跟他说 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美国的 军事条件 轰炸北京来说的话 北京搞不好是 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护系统吗 他不是有红旗球 而且他有SAMP300 SAMP400吗 保险 目前为止 我们会证明说 这几天我们不是在讲吗 他的SAMP300 SAMP400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话 被乌克兰完全 用这个所谓 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 就直接把你击毁 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 就把你打掉 目前为止 这个红旗系列也是一样 巴基斯坦 包袁说 红旗系列根本就没有启动 所以他的主要防空的武器 红旗系列 还有这个SAMP300 SAMP400 完全都针对美国的飞弹 搞不好都一点作用都没有 你说现在 他的陆军战术费的ATSM 在这个拿到了乌克兰手上的时候 他已经进行了很多波的攻击 很多波的攻击的时候 这个当地 都有SAMP300 SAMP400 作为防空之用 只有没有一个拦得住 而且他有一个时间 连续发了六枚的ATSM 竟然没有一枚被拦住 而且全部命中目标 对 而且那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也把这个F22派过来 F22派过来 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我有能力进去中国了 你完全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现在为止 他美国都做了非常多演练 所以美国 这个川普说这样一句话 因为他也当过美国的总统 他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川普第一次表达 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的时候 我会把北京炸掉 而且现在 不但是刚刚讲 你川普讲话 不但是美国的 所谓的国防部部长办公室 前中国科科长表达说 你敢入侵台湾 或者侵犯台湾 你就等同于对美国宣战 现在包括什么 包括第七舰队的退役上效了 包括现在所有的 刚刚讲海军陆战队的 高级前报官 包括他们现在过去的 亚太助理国务卿 全部都表达共同的想法 也就是 不准中国轻举妄动 对 事实上你从这个川普的说法 是他要恐 要这个嚇阻你之外 现在美国的军队都说 北京须明白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也就是说 他要让北京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这个军方的立场是这样 美国是完真的 对 美国的政界立场 似乎也是这样 尤其是这个退役的 这个海军上校 他说什么 这一次的这个环台军演的话 他认为中国的环台军演 是在测试 台湾 日本 还有美国的红线在哪里 那我们呢 也必须给他回应 他就说我们要怎么说 北京方面必须知道 我们不是在开玩笑 要明白 我们不会允许中国侵犯台湾 而不付出重大的代价 因此他说他的建议是 我们目前要两艘航空母舰 要挪到换日线以西 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内 至少两个航空母舰群 在海上运作 对 就是常年的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他美国并没有 那么多航空母舰群 在西太平洋上面走 对 他说至少要有两个 所以在西太平洋 要有两艘长辈的航空母舰群役 好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美国呢 要美国总统在国内 要发动这个军事动员 就演练军事动员 军事动员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 能够很快的这个 对美国还有亚洲的武装 这个侵犯美国跟亚洲的国家武装 要发动攻击 那直接第三个是说 我们现在要锁定 开始检讨 要锁定中国大陆的一些关键目标 就直接要打之后 我们就直接吵那个目标 等下打下去了 所以川普说 我要轰炸北京 就没有想到第七舰队的前情报官 居然讲 我要把中国大陆本土的关键目标 给锁定住 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一起这样做 那一起这样做的话 那当然就是这样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他说另外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专家说 这个如果如果这样 如果中国跟我们开火的话 真的那意味就是全面开战的事 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 就是全面开战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美国军方的说法都是 你敢入侵台湾 或是你敢动台湾的时候 就是对美国的全面开战 而且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 前高级情报官山姆他这么讲 他说如果你真的胆敢犯台的话 美国怎么办 美国可以从北部的日本介入 从南部的菲律宾介入 也可以从台湾的东部介入 对 所以美国都已经有相关的 这个演练跟相关的设想 好 那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不是讲到吗 为什么这个中国会 这个所谓川普说轰炸中国 是可以做得到 我们就给大家讲嘛 上次最近 这是还是中国的网站报道的 也就是中国腾讯新闻 他们想 他们打了六发的拦截弹 全部打工 上次版还被打穿 他们讲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我去买上次版 买上次版 上次版 后称是 现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 可是你碰到了美国的ATSEM 你英雄无用武之地 对好 为什么中国会非常重视这个消息 这是中国媒体发出来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老杰 事实上他买这个SAR-400的时候 他们当时是这个中国 印度还有土耳其三个国家 都跟这个俄罗斯买 就像中国赤支30亿美金 购入单价高达5亿左右 他其实是比较贵的 那另外一个状况来说 他后来还买了非常多 所以买进来之后 结果没想到 我们中国现在的防空主力 是SAR-300 SAR-400 还有他们自己的红旗酒 他们的当然SAR-300 SAR-400 是目前为止 看起来是比中国的好 结果没想到 这一次在整个俄务战场上面来说 他们就说 这个太夸张了吧 他说我们这个 原本来是说俄罗 这个乌克兰说 我们打爆这个所谓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SAR-300 SAR-400 这是放出来的消息 结果后来现在呢 就说什么 这个俄罗斯说没资金事 结果没想到 乌克兰再把画面丢出来给你看 他的丢出来给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 这边有他们的这个 三组的SAR-400的导弹车这些 就没多久之后 这些都完全不见 全被打掉 被打掉 而且在被打掉的同时之间来说话 SAR-300 SAR-400 是有发射上去的哦 对 他的确是有侦测到你 你有ATS-CMS来哦 有发射飞弹的 发射上去哦 但是完全落空 没有打到 你说这些拦截飞弹 全部挡不到ATS-CMS 完全打不到 六美完全打不到之后 就后来这个两颗的这个ATS-CMS 就直接把它打掉了 对 所以就说你 我来的时候 你发了很多颗 发了很多颗都是空爆弹 结果最后我两颗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中国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完全傻眼 哎 这是我们的主力啊 而且ATS-CMS 并不是美国现在最强的飞弹啊 所以那实际上 对中国来说的话 他真的是完全看到这个 完全是心惊惊惊 而且ATS-CMS的弹头 他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组装 这种不同的组装 现在用在乌克兰的战场里面 他居然里面 这里面 这个是他的弹头 里面就有950个M74的急速弹 对 没错 因为他是所谓的战术飞弹来说的话 他可以在里面装不同的这个火药 或是装不同的飞弹的时候 变成不同的形式 你看 他们这里面来说 看给装的这个M74的这个急速弹 在这里面之后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发射上去之后 这是怎样 这些所谓被标定的 都是很多的这个士兵 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 相关的人员之后 结果没想到 他就来了一颗这个ATS-CMS的时候 就直接打到这边 打到这边的时候 把箭上打到这边的时候 这些急速弹完全都弹出去了 弹出去了的时候 你看当时的时候 你看乌烟瘴气 这样烟就起来了 烟起来之后 很多士兵就当场 可能就被干掉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我们以前觉得 你是一个飞弹 一个飞弹是一个点的攻击 可是没想到 他是整个面 整个面全部起火了 对 你看整个面这样起火 他还可以分成三 他连续打三颗之后 你看这个整个面 整个面起火了 这个状况之下 就是说我标定这些人之后 就直接把你干掉 所以等于是 没多久之后 这个钢铁宇就把这些人 完全几乎是见面 由钢铁宇来形容 因为他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急速弹 就这样 就直接把那些人完全都干掉 所以这就是美国 目前为止的ATACMS 他证明 他在乌克兰的这个厉害之外 他还证明了就是 萨姆300 萨姆400 根本是毫无用处之地 而且这我们讲到 他现在已经派了 18架以上的F22 这个在美国来讲 我绝对不会外销的 这个对美国来讲 非常珍贵的 我们最近也介绍了 现在F22的性能 非常非常的强 就现在更清楚了 现在最新的数字 一架的F22 竟然可以把144架的F15 F16 F18 都不是他的对手 抱歉 事实上这是美国在做一个红旗军演 红旗军演就表示说 红方就是中国方 有非常多飞机 然后跟我们F22做个对抗 那这里面来说的话 有这个F16来跟我互相对抗 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 我锁定击落你之后 你就要被退出 但如果你假设 你击落我这个F22的话 我也是退出 就这样挂掉 就你知道他们互相这样战 互相这样战的结果是多少 他们是36比1 就是一辆这个F22 可以击垮36辆以上的F16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 他就是红旗久以来 这个军演F22最佳的这个表现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 这个一架换144架 就是说我里面能够搭载的武器 足以摧毁这么多 144架F15 F16跟F18 所以等于是说 你看我在这个Dogfight里面来说的话 我1比36对F16 而且我一架 我有这么多的 可以摧毁144架这么多飞机的武器 所以人家才说什么 它是轰炸机 跟轰炸机有什么两样 另外一个 他最近不是在把他的涂装改变吗 然后雷达转换之后 又可以变成是迷你预警机 算是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你说中国看到这个飞机 他不吓大概才怪啊 而且他里面有个非常精彩的描述 是不是他一架的F22A 是被三架F16给纠缠 是在禁军里打Dogfight 打Dogfight的时候 我们知道全世界回转半径 等于说最能够打残斗战的 就是F16 他竟然1比3的时候 就把两架给干掉 两架干掉的时候 在第三架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同时发射 判定同时阵亡 对事实上这个里面来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 为什么会1比36 因为保洁 F22的攻击武力太大 所以他在远去 你就一直把你干掉 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后 是要近距离的时候 他1对3 1对3台F16 他是先干掉两台之后 还有一台 我看到我也看到 两个互相瞄准的时候 他们说因为两个差距不大 所以是判断互相击落 所以在近距离 他可以1打3 你就知道F16已经这么厉害 那你远距离的能力又这么强 你就知道F22来到东亚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 你曾经讲过说 现在美中之间 美中台之间 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而这个现在进行式 会随着越接近美国总统大选 你说现在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都会直接用力地踩油门 而且两个人都会对中国 施予最大的压力 没有想到 今天川普居然讲到 你敢敢侵犯台湾 他连 我要轰炸北京都讲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预料到 再过一个礼拜或是两三天 拜登会讲什么怪话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拜登一定会比 跟川普比狠 然后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权 他有力量展现出来 比较够力或比较勇敢的地方 但是在这次的美国大选当中 台湾的议题 绝对是美中之间的争执的重中之重 没有这么重要吗 这个当然太重要了 美国人就问一个问题了 如果要打台湾的话 他们一定要出手 那如何来避免这个事情 或如何战胜 如何胜利中共 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 他们普遍 我最近看到一个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 那个Fox新闻的一个 很重要采访 这个军事专家怎么讲呢 他说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中国的财政崩溃 这个有意思啊 这个很精准的讲法 就是你不要出手 你要用极大的威吓力 Deterrence来吓他 就是阻吓他的 阻吓中国动手 然后耐心等待 然后中国的财政 自然会崩溃掉 他会崩溃吗 目前情况很困难 看中国的财政 已经进入所谓的 中等阶级陷阱 然后整个国家 现在产量过剩 那产量过剩 他目前来讲的话 他的国际民退的 这个政策来讲的话 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你刚才目前来讲的话 习近平已经在最近七月份 要展开所谓的三中全会 那三中全会的时候 主题是什么 就是救财政 换言之讲 救财政跟维系 习近平政权这两件事情 是互为因果的一个重要性 那过去没有那么重要 过去毛泽东在搞文化革命的时候 哪里管财政 二死三百万人 无所谓 那习近平面临到财政的挑战 这是过去的共产党的政权 没有碰到过的一个困难 所以美国人的建议是这个建议 当然要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他真的占领台湾的话 会什么样的情况 会怎样 如果解放军占领台湾的话 他认为在一到两天之内 台湾失守 给他占领的话 占领 先讲清楚 换言之讲 绝对不能让解放军占领台湾 一定要在不对称的战术上面 能够要能够 你说让他上不了岸 让他上不了岸 让他上岸的时候 这个仗就不要打了 所以不是所谓那些 前面那些人讲的那些 什么要打向战 要打 输死战 街头打仗 那个算了 那个不要搞了 所以不能让他登陆 他登陆成功 美军完全没有能力 介入这个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 把这几个累积起来看的话 最理想美军现在的想法上 就是说 维持极大的威吓的力量 然后耐心的等待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财政崩溃 按照吴董刚才讲的 现在美国打的最大的如意算盘 是等中国的经济崩溃 中国真的有可能崩溃吗 而且刚才吴董不是讲到吗 事实上这一次的三中权位里面 习近平已经定调 他最重要应该就是跟经济相关 那过去习近平很少讲这个 你知道过去经济是谁负责 是总理负责 所以他现在不是让这个李强负责 是他自己要来 所以你知道可见这个问题来说 多严重 他自己也意识到了 所以那是李强扛不住的 扛不住 你根本没办法处理 由我习近平亲自来部署了 好 那当然对中国来说 最近有两个消息 可能让大家觉得说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是 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大的财富管理 宗旨已经挂掉了 现在第三大 他叫做海银财富 海银财富就 他是第三大 他目前为止来说 管理月末有465支的理财商品 就月末是 他的规模是700亿人民币 折合新来币是3200亿 就我们现在这些 完全钱都不见了 钱不见了 而且现在被爆出什么 你这465支理财商品 没有一支是合法的 你是第三大的财富管理公司 你现在3200亿的血汗钱 就这样的凭空消失了 而且你当初根本是理财商品 都没有征过合法的申请 你怎么会这样 所以现在等于是 这一次习近平他就有说了 他都监管那些单位的时候 要拿出什么 爪牙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是真的非常大 连中国第三大的财富公司 都会出现这样 他会有金融风暴吗 目前为止来说 如果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来说 恐怕对中国的金融体系 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们这种理财商品 大部分都是投资 所谓的这个所谓 包括房地产 所以现在房地产还没有起来 那第二件事是什么 最近来中国有一个 这个资产是277亿台币 左右的公司 他员工有上千人 就没有员工 电子公司 他要去工作的时候 没想到 不好意思啊 今天已经不用工作了 你不是说 不用工作 不是叫你回去吃自己 没有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 因为老板不知去向 然后钱都不见 公司倒闭 就倒闭 就瞬间就倒闭 他不是小公司 你说那不是小公司 他277亿的这个资产 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个对他们来讲话 只不会附近这样的状况 你看公告就直接说 由于进行公司 正在相关的梳理工作 所有员工无必要 不要进入公司的园区 谢谢大家的配合 事实上 就是叫你不用来了 所以这家公司叫 吉木科技 吉木科技底下 有十多家的子公司 对 居然一夕之间 老板跑路了 对 他就是这样 他们就说 到了老板他们家的 他们的别墅去 因为他们想说 老板有别墅 我知道他家在哪里 就被他家已经搬空空了 不只搬空空 上面只有一张A4的纸 还有一个随身碟 然后这个纸上就说 我因为无法投资 付这个投资人的钱 62亿 所以我之后 老板跑 就这样一个状况 老板跑 对 然后后来就只有 这个公司 你要去上班的时候 就贴出这样一个公告 所以告诉你说 事实上中国 目前为止来说话 他的经济 恐怕还在一个 震荡打底的可能性 你说他要回升吗 我觉得难度是相当相当大 好 提问 另外就是 美国现在不是公布了 所谓的国防授权法 国防授权法 他们居然要创建一个 无人机的军团 更夸张他们讲 必要的时候 我要干嘛 我要把中国的原油 给你切断掉 对 这是下一年度 就是2025年 下一年度的财政 财政年度的 这个国防授权法 不过现在已经公布了 相关的内容 里面提到一点 就是说美国准备要建构 所谓的无人军团 无人机的军团 要干嘛呢 就是准备 对付中国的人海战术 因为他知道说 中国你这船建造越越多 数量越越大 那现在美国怎么因应它呢 他们已经想出这个方法 而且编列预算 明年的预算 高达8800多亿美元 所以这是美国 他们现在要建构的 同时间呢 另外他们也想到一件事情 准备把中国的原油 把它切断 大家也知道说 它的什么 有一个马六甲困境不是吗 70%左右的中国原油 都从马六甲过来的 现在除了这个马六甲 前后把它切断之外 另外它同时也要动用到 东亚地区的所有的门帮 包含日本菲律宾等等 这些国家甚至澳洲 把在东海台海 以及南海的所有的 全部运往中国的 所有的相关原油路线 全部切断 也就是中国在这次的军演里面 也就是说联合力舰2024A 它其实是一个封锁包围台湾 你要封锁包围台湾 现在美国反而是要把你的 原油路线整个切掉 对 它看到这一次联合力舰2024A 然后它相信说未来有B等等之类的 所以它现在这个A是 看起来就是想要中国 入侵台湾的这种可能性 而且要封锁台湾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思考说 我怎么让中国动不了手 那动不了手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中国它如果要动用 跨海战术来讲的话 必须要什么 要动用到 它都算出来了 动用到100万辆的汽车 2100架的飞机 8000多艘的船舶来运送这个部队 另外还有550到700艘的后勤船 还有登陆舰 运输机等等之类的 将近有5600万吨的石油 必须要来采用 那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就准备运用这种 所谓的海上的战术 把你所有的相关东西把它封掉 你就让三军未发 粮草先行 原来你打台湾 你需要这么多的火车 需要这么多的汽车 需要这么多的飞机 更重要的是 你这些火车飞机要动 你需要5600万吨的石油 我把你的石油给卡住了 你就动不了了 是的 所以现在你知道印太司令 这个新的帕帕罗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这一次的演习 他们都看到了 他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 我们怎么来跟同盟 门帮之间来共同来应对中国 在冲突当中来获胜 所以就是他们准备要下手的 一个最主要的方向 同时间今天日本日经新闻 记者也提出来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战略价值 在二战之后 其实就显现出来了 他说这张图 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 是时代杂志 当年在1950年代的时候 就把台湾 你看上面写着FOMOSA 就视为所谓的太平洋之药 就是太平洋的药石 重点就是在台湾 其实中美之间的重心 就在台湾这个地方 而不是在朝鲜半岛 导播我们看 这张地图 这是第一岛链 中间的钥匙放在台湾 就台湾变成了一座一个钥匙 FOMOSA 这是1950年的地图 是 他说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改变 这个战略价值也没有改变 不管是美国现在讲说 重返亚太 然后现在讲说 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都是以台湾为核心 但是他说当年毛泽东选错了 毛泽东选到朝鲜半岛 跟美军在那边打了一仗 所以造成中国将近有100万的军队的死亡 那现在来讲的话 习近平会不会在2027的时候 以台湾作为核心来进行渡海战争 所以大家都等着看 你刚才就讲说 现在为什么川普的话讲得越来越重 现在美国为什么觉得我要战略清晰 现在美国已经讲 现在台湾已经不是被动 是第一岛链的中心 他已经不是说我控制第一岛链 让你中国不能出海 这个保护台湾美国的安全 是现在美国要发展 你必须要走进AA的世代 你要走进AA的世代 你就必须要有台湾 现在这个事实 现在连美国所有的总统都不能忽视了 对 没错 我们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像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这一次的Computex 除了黄仁勋要来之外 你看Intel的执行长 苏之锋也要来 然后这个超委执行长高通 安谋 美超委 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这个AI的供应量 全部都要来台湾 而且他们是怎样 我们这一次的所谓Computex 主办者是黄志芳 他说我现在好困扰 因为大家都想要抢第一个 那抢第一个怎么办呢 我就让他们分开错开就好了 这个第一个 因为黄仁勋他是抢先 因为原本第一个 Computex的这个展览 第一个会场演讲来说 是由苏之锋抢下 那因为这样呢 苏之锋抢下了 他很早就讲了 就没想到这样子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这个黄仁勋 我就在前一天 前一天我就在台大演讲 然后紧接下来的话 下午的时候 高通就要演讲 大家都卡得非常猪 然后隔一天来说 是Intel演讲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 卡来卡去 NVIDIA AMD 这个所谓的高通 大家都在卡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这一次来说 对黄仁勋来讲 你想说他为什么 那么早就来台湾 我跟他讲 他事实上这一次呢 他是准备要怎么样 歼灭AMD 为什么要歼灭AMD 我跟他讲 歼灭AMD 对为什么 我们知道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挥打主要产品 是H100跟H200 对不对 这两个晶片 问题是 他有下一代 叫做GB200 就是还有B200系列 100跟200 那目前 他们之前推出 H100跟H200的时候 苏之锋就对出一个 MI300X的这个晶片 他说我们可以赢他 但是呢 后来这个黄仁勋 又推出了GB系列 说我又可以赢你 所以他这次来怎样 他这次来是要 要求供应链 你不要用这个了 我要全部升级到这边 GB200了 GB200 B200 那我就要比你的MI300厉害 那你这个就变成是废铁 所以等于是说 他这次来 他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一定要比你苏之锋 早一天演说 所以我就要来 所以为什么 你看他找台积电 找这个AMD 找这个所谓的光大 就叫我 好了 我们现在 你台积电能生产多少 GB200 能够快一点的话 全部都来 我要赶快 尽快上线 有人讲黄仁勋 跟苏之锋 两个有亲戚关系 两个有亲戚关系 结果在商场上 杀得你死我活 宝洁 黄仁勋不是省油的灯 他事实上 人家他去年是 全美国最受欢迎的西游 可是他自己说 根本很难 人家很难跟我共事 因为我要求完美 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个非常强硬的人 你觉得他好像 看起来是很nice 没有 他是很强硬的 不是 会这样跟他拍照 他都跟他拍照了 那是跟你拍照 没有问题 但是在商场上面来说 他是绝对把你宰得痛不 你说他当一个老板 当一个主管是非常凶狠的 非常凶 他对属下来说 要求都非常非常严格 那他小时候 我们知道 他小时候不是到 这个美国去念书吗 那他小时候到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们 他们那时候有非常多混混 然后他们是 因为他们是外来的 这个台湾过去的 他们都要去洗厕所 那他混混每天 要找他麻烦 所以他从小就在练身体 你看他其实 身体是蛮精壮的 对耶 他很精 他蛮精 他有在练身体 你要跟他打架 他不见得会打输你 宝洁 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在一个被霸凌很凶狠的环境 所以他的个性其实是很凶狠的 那他这次来的话 他当然就是要把AMD干掉 所以苏之锋当然知道嘛 所以苏之锋要赶快 他也要来台湾 所以他要拼第一场 他要拼头箱 结果没有想到头箱 还有一把箱 对 而且你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些都是大家在互相争搏 那当然英特尔也要来嘛 问题是英特尔目前为止 他根本就已经不是个咖嘛 因为为什么 因为英特尔目前为止来说 他准备了 现在这个传言中 因为英特尔目前还是道雄成分股 传言没多久之后 他可能就会被NVIDIA取代 所以来跟你讲 这些其实 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为什么要来台湾 他们来台湾的原因是 因为大家彼此在互相争斗 这个争斗舞台 主角现在就在台湾 所以说台湾不是所谓的 地缘政治的战场 是 台湾也是未来AI高科技的战场 我只要能够获得台湾的产能 包括说同台机舰的产能的帮助 或者说有灰 有这个所谓广达 有人保或是有洪海等等的产能帮助 我就可以打败对方 所以这就是现在 你看他们为什么会前仆后继来到台湾 这都是有理由 而且每一个 你看苏之风也是很强悍 他能够在美国那么多男性的CEO里面 他能够拔尖起来 这个都是非常厉害 所以他们几个 都是很凶狠的人来到台湾 彼此互相争夺产能 争夺人才 争夺他们的订单 那只有台湾可以吗 目前为止的确是这样 因为目前为止AIPC AI手机或是整个供应链都在台湾 所以你要谁都要来台湾 苹果 苹果接下来他要发展这个手机 他要靠谁跟他合作 也要靠台湾跟他合作 所以未来的AI领域里面来说的话 台湾注定就是那个闪耀的光芒 所以为什么现在川普会突然180度的大转弯 因为他也常常在看这个美国的电视台 他应该知道 美国这半年来 如果你只去看CNBC那些频道 他们讲了多少晶片 chip 然后讲了多少NVIDIA 那NVIDIA 黄仁勋每天在那边台湾台湾台湾 无形之中 真的让台湾变成是美国不能够忽视的角色 所以会说我们这些外行者看到了 昨天黄仁勋带着这个张忠谋 带着这个林百里 到了这个林下叶子去吃 吃这个点心 就跟他讲 就搞了半天 不是 他是来抢人才 去抢地 去抢产能 原来他永远要比苏之锋快一步 保洁哥 他今天大量军火 什么在大量向军火 就今天又业一业所有的公益链 吓死那个名单讲出来 你知道电子五哥几乎全到 很可怕你知道吗 包括华硕的施崇堂 包括和硕的童子协 音业达的蔡志安 伟创的林建勋 广达的林百里 广达还有云达科技的杨奇力 中华电信的郭水义 鸿海的刘洋伟 全部今天都到齐 昨天找的是广达跟台积电的张忠谋 今天有特别讲 昨天是林百里做东 今天是他回起 但他这次把所有的供应链 全部都找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餐厅前面 这是他的军火展示 军火展示 这是他的军火库 对 军火库 而且我跟你讲 连这个受访者 等一下 黄瑞勋的保镖这么壮 对 我跟你讲 当然壮啊 如果你有这么快一千 一千亿美金的身价 你会不会早壮一点的 要是我也早壮一点的 真的 你看多少人在这边 每一个他邀请的贵客 都是在经历过这么多 媒体的一个拍摄情况进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的人 一定让人就是已经 所有的媒体都见证了 他是他的人 所以你说军火展示 是不是军火展现 当然是军火展现 而且包括像云达的总经理 杨琪麟 他自己受访的时候就说 他说我们这一次 会把我们所有研发 两年的秘密武器 全部都展示出来 所以我跟你讲 我真的觉得 这个Jason很厉害 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就是吃顿饭来聊 你知道他虽然是美籍 而且美式作风 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 一猜一猜一猜 让所有人都见证了 我跟我的兄弟吃饭 所以你说 他跟AMD的那个苏之锋 要再PK 光是在声量上 苏之锋就已经被他压着打了 所以你说他厉不厉害 是不是在商场上就是江本球里 看谁的量比较多 谁的价钱比较甜 吃饭有用 当然有用啊 吃一次两次三次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这些大老板 我跟你讲你平常有那么容易 见到那么多大老板 没有那这些大老板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 而且明明知道 Jason请客 每次都一大堆媒体 跟为什么这边还愿意来 因为他是真的是下大单啊 他真的也就是我们AI整个世代的领航者啊 你要跟对老板跟对人啊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些供应商 全部都来到这个现场的原因 那我会觉得其实现在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五大巨头来 这些所有的目光 大家都被整个这个黄仁勋给紧紧抓住了眼球 所以呢这个Computex根本未言 但胜负已出 玉宝 这个AI到底我都知道 你看到 现在美军刚刚讲 我要成立一个无人机的战队 不但是无人机的战队 现在各种实验都出来了 对 其实我们在看乌二战争哦 从三个月打到三年 你看到乌二战争的时候 最可怕的件事情是说 你的坦克车你也过不去 一堆的龙牙一堆的东西 那现在来讲的话 美军全部弄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呢推出去之后呢 至少20台无人机直接飞出来 无人机飞出来之后呢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可以去侦查 他可以AI运算说 你这个龙牙到底是真龙牙假龙牙 你这个地雷 他可以去感应你的这个光学反应 到底是真的地雷 还是假的地雷 弄下去之后呢 他直接把你扫雷 如果他感应出来是真的地雷 就把他打掉了 无人机扫雷 对 无人机扫雷 你过去扫雷的话 你要过去慢慢的摸啊 然后有时候炸到 还是炸到自己的双水 现在都不用 反正呢 他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之后呢 他就可以直接感应 感应到之后呢 有需要直接把你打掉 而且呢 他这个载具一出去 至少20架无人机 所以呢 他们只要一出动之后呢 他可以快速的去盪平 他接下来要运作的一个攻势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 他就一次把你炸掉了 他就把你一次炸掉 然后弄完之后呢 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弄 然后每次推进一公里 一麦都要非常辛苦 现在不用 反正呢 我确定好是真的雷 我就把你炸掉 我确定你是假的 假的龙牙 那我们坦克车 就没有后顾之忧 直接把它碾压过去 而且这些除雷车 也是无人驾驶 对 也都是无人驾驶 过去来讲的话 你光是除雷的部分 你都要牺牲很多的军力 甚至是士兵的性命 现在都不用 反正我确定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你弄下去 所以丢爆炸锁的那台车是无人的 也都是无人的 现在来说的话 你看哦 各式各样的一个障碍 包括你说的这些龙牙 包括你说的地雷 我只要无人机一过去之后呢 我就帮你计算好了 哪些是需要我出动这无人车的 哪些你根本就不用理的 你这龙牙根本就没有往下压的 我只要坦克车过去压过去就好了 所以呢 清除之后呢 马上就可以进行进攻 这也就是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用AI来进行打仗 以后物恶战争 大家僵持的状况呢 就不用再发生了 因为现在为什么美国要大量发展AI 是因为中国也不可以小学 中国现在刚刚讲 它的机器狗上面 已经放了自动步枪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狗像不像是以前美国厂商运用的狗 可是呢 美国厂商他们在用的狗呢 对 是小型的 现在中国把这个小狗变大狗了 以前那些机器狗呢 大概到了我们正常男生的一个膝盖 现在已经变成到腰了 然后呢 过去来讲的话 上面用的是摄影机 现在中国狠狠 直接把机枪给弄下去 把这个Rifle给用下去之后呢 以后双方来进行攻势的时候呢 我先派机器狗过去 机器狗过去 感应之后呢 快速扫射 过去来讲的话 你看你人类要扫射的时候 你还要转身 现在不用360度 啪啪啪啪啪 就把你扫射过去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也都是抄美国的科技 可是呢 它抄得非常的细致 反正有这些AI技术之后呢 一样 它们也是无人机先飞 飞完之后呢 甚至 上面有机枪 对 它也是360度机枪 然后呢 这种四轴的 四轴六轴的无人机 快速的扫荡 就把这战事先给压制住